谈判超过8年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终于生效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从1号开始中国大陆跟东协澳洲纽西兰之间 立即零关税比例超过65% 与日本的立即零关税比例也分别达到25%跟57% 大量立即零关税产品将给贸易带来明显机遇 在此基础上RCEP成员将通过10年左右时间 基本实现90%产品享受零关税 RCEP涵盖的市场规模达22亿人 占全球GDP高达30% 尽管被批评在劳工权益和智慧财产权等门槛过低野心不足 但对一手推动的中国大陆而言 经济收益并非他们唯一的胜利 反观台湾 认为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影响较小 但对于机械石化等传产的冲击 恐怕将在未来几年逐一浮现 索性在新的地缘格局下 美国印太新战略可能带来新机遇 学者呼吁因RCEP带来的新挑战 台湾在争取加入CPTPP的同时 也应该配合美日两国 针对供应链的韧性以及数位安全做好准备 才能为产业找到新的出路 TVH1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